阿妹大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最懂得冷静的聪明分手 怎么聪明分手 真的要跟他们多多地学习 这些星座的特质 我们从星盘当中的 太阳星座 水星 跟上升星座来观察 首先第三名 能够聪明分手的星座 是射手座的朋友 会慢慢淡出彼此的视线 我们先讲 其实对于射手座来说 没有挤不出的时间 只有我不想付的约会 也就是说当我们感情好的时候 不管你约他早上 这个什么看日出 或者是深夜吃宵夜 他们永远都有空 但是一旦感情有变化之后 射手座的人 他们也不会直接跟你冲撞 射手座的人这方面还蛮聪明的 他们会慢慢地淡出 怎么说 可能在谈恋爱的时候好了 当这个射手座的人 觉得对方好像不太OK了 他们也不会直接说 我们分手吧 因为这样可能太危险了 他们会怎么样 本来是每天的这个可能 这个三通电话联络 慢慢变成一天一通电话 好 那个讯息呢 可能就是对方传了 这个五次讯息 我再回一个 读一个讯息 回个贴图 就是让对方觉得 好像你是慢慢慢慢地 有点心理准备 然后你慢慢淡出了我的世界 因为用这样的方式 好像关系是比较和谐一点的 不会有太激烈的情况 这是射手座 比较聪明的一种方式 第二名呢 我们说是水瓶座的人 水瓶座的人呢 能够理性分析 利弊得失 水瓶座的人 常常会思考人生 怎么说 他们也会觉得 你看不管男生或女生 我们都被要求 要做一个什么 好儿子 好女儿 好先生 好太太 对不对 或是做一个好爸爸 好妈妈 可是他们就会想 那我什么时候 能够做好好的自己 也就是说 我每次 我人生好像都要在 配合别人的演出 那什么时候 我能够演我自己呢 所以呢 当水瓶座的人 觉得我们这一段关系 其实已经不那么OK的时候 他们会真的是 有时候坐下来 拿出纸笔 好好的去分析 这种利弊得失 好 我该怎么做 我能够怎么做 我人生还有什么样的选项 思考清楚之后 再做出决定 这是他们比较冷静的一个方式 像有的星座 他可能比方说 真的在婚姻里面好了 他会觉得说 其实你看有钱很重要 我如果能够多忍个五年 多拿到两亿 我觉得很值得 好 这可能是我五年 能够赚两亿 这是很难得的投资报酬率 但对水瓶座来说 他会觉得这种选择没有好坏 可是我觉得这个人生最珍贵 最贵的应该是青春 所以他可能觉得我不想忍了 我要做 现在我就可以晋升出户 但是这种是经过思考 经过理性分析之后的一个选择 我们一再强调 没有好或坏 而且因为已经想清楚了 所以他们在跟对方沟通的时候 会比较不带情绪 就是不会有那种很激烈 好像两个人一言不合 就大打出手的情况 比较不会发生 顶多是对方指责说 你好像都没感情 你是不是太冷静了 但是也因为这样 算是聪明分手的一种特质了 第一名我们说是天秤座的人 天秤座的人能够 做法圆融 好聚好散 因为确实对天秤座的人来说 你看我们中文讲聚散 没有永远的聚 那当然有聚就会有散 这是人生自古不变的道理 天秤座就会认为说 今天我们有缘分 我们谈得来 我们可以做伴侣 但是一旦哪一天 我们觉得个性不合了 好可能我再也受不了理 这个什么家里面太凌乱啦 或是我觉得 你这是外面应酬太多了 我觉得没办法接受了 我们不能够做亲密的伴侣 但是我们有机会成为朋友 好这是天秤座认为的 所以呢这种 呃该 该说的这种场面话 天秤座的人会说好说满 好就是说 今天不能够真的做亲密的伴侣之后呢 可是我们依然可以维持一个什么朋友关系 好这样子呢 这种好像好好的分手 其实是能够天秤座的人 他们觉得说 欸其实我能够聪明的分手 这个大家依然做朋友的话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所以提供给大家参考